無線新聞手機應用程式 今年5月初接連發出奇怪的推播信息 警方早前調查之後拘捕一名男員工 時隔超過兩個月 警方在上個星期三 以涉嫌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拘捕多一名19歲盛洩的本地男子 至今合共兩人被捕 今年5月3日零時起 無線新聞的手機應用程式 一度疑似失常 接連推播大量內容奇怪的信息 總數達到20個 無線其後報警 事後警方拘捕一名負責推廣系統的員工 據了解那名員工當晚進行測試期間 意外加入一條可以進入 無線新聞流動應用程式 後台數據庫的連結 其後懷疑有網民按下連結 進入後台發出奇怪的推送信息